好了,第三件事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最近有一宗新闻在某一些香港媒体出现 标题就是说,公屋仔带了十万移民英国,甚至餐厅执台人工低,最后他顶不住,就回流回香港 我今天就不是想说这个所谓屋邨仔十万元带来有多惨 因为这些其实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都有Cover过的 大家来到英国生活的,其实很多都很清楚 现在譬如你做什么阶层的工作,你会得到什么待遇 你觉得惨不惨,开不开心,这个其实也是很个人的 你很难拿去一个例子,就说这个一定是不行的了,你来到一定没有前途了 我觉得不适合他 性格的问题,反而他里面有另外一个就是一篇related的文章,我反而更加有兴趣讲一下 话说有一个朋友仔 就说他自己都在英国读书 然后他回流回香港 他说其实2010年前后 很多人都回流回香港 在英国读完书,他就走了 是真的 但是这两年很多人带小朋友回去外国 他自己就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因为他说在英国交的税很重 还有那些人都会觉得很沉悶 生活很乏味 没有什么要做 这个我感受很深 因为他说的那个timeline 就exactly是我们读书的timeline 是呀,没错 那么他说呢 有没有想过 你们其实 即现在香港人来英国 有没有想过其实当时回流的人 为什么要回流 有些未必是他想回流 而是他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被迫要回流 也是 这个我自己感受很深 因为我全部试过了 他说的所有东西我都试过了 他说英国三十五岁打厚的人 一般是十二点前就睡了 就是在英国的香港人 这个十二点前就睡了 我十点睡了就好了 那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的确是真的 就是他去劝导别人 你想去英国不要紧 但是你就不要把你所有的东西 都押下去去英国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有点难 我待会再跟大家说 首先他说说 我们那时候读书来了这里 然后就大部分回流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08-09年我毕业那个年代 至到10年这个期间 我认识的所有香港人里面 都走了 有95个percent 是95个percent 都是回了香港的 而我可以告诉你 这95个percent里面 还有90个percent 是还没回来的 也没有打算回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事实 你不要理会他的立场 也好 他的看法也好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讨论 事实上的数字就是 我认识的当时的 所有香港人的同学 里面有九成的 是走了 没有再回来的 没错 那当时我觉得 当时的英国和现在 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很大 非常大的分别 首先我们的科技 是以前和现在 是没有那么发达 因为 你说的08年 10年那时候 是没有iPhone ok? iPhone是改变社会 是一个奇异点 它是改变我们人类生活 习惯 所以我们那时候 觉得在英国和香港的距离 是很远的 是 当时你只能够靠Facebook 去维持 Facebook 都没有很发达 都没有很发达的东西 当时你 唯一接触到香港的机会 就是看Facebook 就是你 和香港觉得 那个距离感很遥远 你不在一年 你觉得好像所有东西都变化了 又不是很看到新闻 是的 看不到你觉得 和社会脱节了 尤其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二十多岁 你读完书 你未出来闯过 你未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恐险的时间 嗯 你怎样都想试一试自己把刀的嘛 纵使可能我觉得 啊 我不行我就再回来咯 这样 但是你都会想在香港闯一闯 那当时也都没有那么多的外来环境因素影响 而去影响你不可以回去做做做做事啦 去找工作啦 是吧 所以当时我和松泰都回去找工作了 但是那时候因为是金融海啸的关系 是吧 得个找字 得个找字 是的 就是那时候找工作那个市场是极度之小 是吧 他肯以一个较高的人工聘请你 还肯帮你做Visa的话 否则你是不能留在那里 是的 又或者有第二个途径是 你嫁个鬼佬 或者娶个鬼婆 是的 那你可以在这裏 留在英国 嗯 但是除此 除这两个途径之外呢 你是基本上是很难 除非 还有第三个 投资移民 不是 还有第三个途径的 就是你在这裏读读满十年 而途中 途中 途中离开的日子呢 就不超过某一个情 某一个数字的 嗯 那你就可以申请留在这里 但是除此之外 你就只能够不知 二千万投资移民 不记得多少 是的 总之又在开店铺请几个人 有很多这类型的投资 但是这里有钱 没有钱 你怎样移民呢 因为比较困难 是的 所以读完书就会走的了 这个是事实的 还有那时候英国的生活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说以生活的quality 嗯 我觉得不差的 是啊 就是因为我其实在香港 找了半年工作之后 我就决心我走了 因为我觉得 当时在香港 我是没办法找到 我理想的职业 我找到工的 但是我找不到我理想的职业 嗯 所以我就决定回来英国 那因为我回来 因为我已经有公司肯请 所以我就回来 但是我是很清楚知道 我这次走了 我就走了 就是我不会轻易去放弃的 那结果我就 其实我觉得很顺利的 就是那个年代呢 在这里 供楼的息子又低了 是 就算在南部买楼 都说的是百多万一间 港元百多万一间 哇 现在百多万你买到些什么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是很便宜的 就是你就算一个年轻人 你只要做两三年东西 你已经是可以存到一个资本 你是可以上到车的 可以借钱 对了 如果你譬如有partner 两个一起做 你更加容易 那当时我们就这样 那我们其实很快很顺利地 就已经可以买到人生第一个物业 很便宜的 是啊 那当时呢 就 香港的年轻人最怕是什么 是闷 是啊 是很闷 可以把真的很闷 我多不下一次说过 是差不多抑鬱就要吃药的了 是 因为真的没有香港人 那时候是很少很少 有的很多是本地的BBC 是 BBC 很少说广东话那么流利 是吧 跟你同样situation的人 是真是难找个外星人 是极少 在街上见到也难 是啊 你那时候又没有一些 怎样的应用程式啊 又或者WhatsApp 那些交流的机会很低 就算让你找到 一个住Scotland 一个住Bristol 我们那时候 还要上forum的 你记不记得 是啊 我那时候也有的 有一个WhatsApp Group 只有六七个人 就是全英国 所有跟我差不多 类似的人群 已经在里面了 是啊 那个就是二英群做 我告诉你 只有六七个人 那我们很投契 讨论很多东西 但是你永远都不会见到对方 你会见到真人 实在太远有的 用WhatsApp 是啊 打机我都认识过的 但是你真的很困难很困难 那跟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现在你在外面要认识一个香港人 跟你在这个情况下 很容易 是吧 周围都是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来到英国 你的社交都有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 in general 本身性格上 可能有些障碍 因为现在出去认识人 其实真的容易了很多 还有我觉得香港人来到英国之后 是愿意对外去认识人 多过你在香港留在那的人 是啊 因为你没什么需要 你来到香港的时间 是啊 但是来到英国你就会 因为我都想人帮我 也都 好像我都刚刚入大学那样 是啊 迎新party 那样 大家都想认识多些人 集合到的力量 让你自己没那么薄 人以群聚 没错 所以在这里认识人 我觉得不难 这个问题 已经是完全解决了 我觉得是 但是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当时 英国的社会和现在不同 那时候是 买楼很affordable的 人工方面 也都年年有增长的 税 年年都减的 即那个tax allowance 年年都加的 很美好 是啊 我在这儿 发展我事业的初期 头过六七年 是完全没有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 你不能够直接 将那时候回流的数据 或者那时候的故事 直接apply到现在那里 因为大家面对的东西不同 我已经过去了 是啊 因为那时候已经过去了 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也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 那至于为什么很多 那时候走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那我相信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 他们其实可能随时可以走 可能已经有passport那些了 是 不过我自己读功效 所以我认识的香港人都是 大部分都有passport的 是 所以他们可以找狗才走 那不奇怪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第二就是 其实 当你在一个地方 你已经是生育筋盘据了 有一个set up 你要他将它一手打破它 然后连根拔走 是很困难的 我相信大家移民英国的朋友仔 刚刚才经历完或者现在经历着 你都知道是很痛苦 正如好像我一样 你问我 啊松仔 整天说英国那么多不好的地方 治安又差 又找不到工作 那些护士又不看病 那为什么他不走啊 还要留在这里啊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的根太伤了 我都是盘踞了在这里很久 我都是在这里发展了我的事业啊 我的家庭啊 我所有熟习的东西都在这个国家 如果我突然间 你要我将这里所有东西 一刀砍掉去 然后连根拔在我上海 我告诉你 我都生存不了的 分分钟我回去都变怨腹啊 回去都变怨腹啊 我又找不到工作做啊 接着生活成本又高啊 住一间屋豆腐又很小啊 就是完全是没有办法 可能是调节 或者可能我社交老抽 我又不喜欢喝酒 又不喜欢出去和别人玩派对 我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你在香港 做事这么辛苦 晚上还要去派对你不累的吗 有时间都睡觉啦 这个就是个 根本是这个mindset已经转变了 所以如果你来英国的话 你要将你自己的mindset 去调节你成为一个 不要说英国人 hybrid也好 就是一个半英半港的一个香港人 但是你不能够用香港的模式 再在这里活 另外就是 其实在英国住也有它的好处啊 比如有些人说 哎呀我和父母很远啊 或者我常常见不到朋友啊 但是有另一个好处的就是 如果你住在香港 你一个普通打工仔 你分分钟和你父母就很亲近一下啊 可能真的是隔快步那么亲近的啊 但是这里不是啊 就是你在这里可能你是 或者是努力几年你可以买到一层楼的 那你有一个自己的地方 一个private的空间 而这个空间都不小啊 你可以在这里develop你的家庭 可以组织你属于你自己的family 但是你在香港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条件呢 很多人可能到三十多四十岁 都要和父母住在一起的 一间屋可能只有四百尺大 最主要六七个人在这里 不要说坐 站都没有位 是吧 但是在这里起码 在空间上面 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或者其实香港人呢 来到英国之后呢 独立性是强很多的 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呢 我不能够理解那些朋友呢 为什么连个插数都不懂得换 灯制都不懂得换啊 灯膽都不懂得搞啊 脱了螺丝都要找个师傅上来弄啊 这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会存在的 是谁找的啊 还有很多香港人来了之后呢 喂 原来他们都很厉害的啊 可以 本来完全不懂的 到什么都懂得自己做 其实可能短短一两年里面 就可以做到的 其实这些是逼出来的 但是就是这个环境 可以令你发展这些技能 这些技能 很多呢 在香港呢 你是没有这样的冲动去学 也都未必有这样的时间去做 但是来到英国呢 你就有这样的能力 还有因为这个环境 而令到你呢 是需要去学习这些技能 这个其实对你自己本身 是一个非常之有用的好处 那篇文呢 也有提到说 英国排华很严重 很歧视你华人 但是我今天呢 就有一个经验 正正就是要反驳这一件事的 我不是说英国没有歧视 因为全世界都有歧视的 就算在香港 你问心啊 香港人啊 是对其他有膚色的人种 会不会有带有一些歧视成分呢 就是不要说那么多 听些姐姐在香港 都可能会受到歧视了 是不是 那你不要管她是对还是错 或者我姐姐做了些东西很坏 我不知道啊 这些 但是你不会有一个地方 完全没有歧视的 那今天呢 我和苏太太去IKEA 就有一些 我们在找一些东西 那我就找不到啊 那旁边呢 有两个白人 中年的人 夫妇 都跟他回答 你在找什么啊 那我跟他说我找些什么 那 哎!等我和我老婆一起帮你找啊 那他很认真地帮我找 那我只是老实说 是完全是帮两句 然后我见他找了几分钟 我们都找不到啊 不要紧了 没所谓 我都不一定要买的 麻烦你帮我找 嗯 那我走了 然后 转头 十分钟后 他特意走过来 excuse me 走来找我 什么事啊 因为我不太认得他 其实我没有怎么留意 他的容貌是怎么样 认人很差 嗯 他说我刚才呢 帮你上网看了 你呢 上去那个IKEA 那个网站那里呢 你选的那个item呢 你就可以找到那样东西啊 哇!我心想 这件事 很窩心 哇! 很正啊 你明白吗? 那种感觉是 你老实说 问心我在香港 我自己没遇过 我就算去日本 也没遇过 他那种 不只是有不有礼貌 那个问题 是他竟然为一个陌生人 去做一件这么用心的事 而那个陌生人 其实没有介意过 你做还是不做 而他主动去做 那样东西 这一个正正是 他的文化的精髓所在 而且这一类型的事情呢 其实在英国 不是说 就是这么罕见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遇到 以前多一些 是啊!以前会多一些 就是很老实说 现在是全球化了之后 或者侵了很多其他 不同种族人进来之后呢 是 这个情况是差了的 以前是更加多 譬如 我很多时候其实都有的 譬如我家里有些什么问题 我家里的 外面铺满了雪 我家车不能出去 我隔了一条街的鄰居 不是我隔离的 我是完全不懂他的 隔了一条街的鄰居 他说 不要紧要 我帮你 我的车卡在半佬那里 他是帮我一起推车 之后 拿铲子来帮我铲子 铲子来帮我铲子 铲子完再拿多个铲子 你再有需要 明天都会下雪的 你铲子好铲子 铲子好铲子 你先给铲子我 我隔离的屋 更加不用说 我隔离的屋 在我没有任何表示 没有任何要求 没有任何社会的情况下 他帮我家的门口 那条路铲子 铲子了 他真的看到第一天 是这样卡在那里 他第二天帮我铲子了 那条路 在哪里找 他也没有要求 你要知道 他做了这件事 他没有credit自己 之后我问他 是不是你帮我做的 他说 是啊 我怕你又再卡在那里 看你那辆是后驱车 我怕你出不到 哇 这些鄰居去哪里找 真的找不到 就是看你遇到什么人 再说另外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最介意 最关心的 经常都说英国税贵 是吧 我们给了很多税 那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香港 其实是一个很公理主义的地方 我们给了出去 我希望有一件事 拿回来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会觉得不信 我要求 怎么说 我给了出去 我应该是有这件事 但是大家要明白 你香港 你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那你那个地方是很集中 那资源当然是会分配 是容易一些 但是你在英国难 英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 那么多不同的种族 还有人均的收入 只是地区都有分很多 每个地方需要的东西又不同 还有国防啊 外交啊 有万七那么多人的花费 那他税贵 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另外就是 就算是税贵也好 那你说你香港和英国的入息的比率 英国最低工资是多少 香港最低工资是多少 香港是三十多元 英国是九旁八 那么你的最低工资是香港的三倍 其实他已经是比较照顾一些赚钱能力比较低的人 另外第二就是楼价方面 这两年可能升得比较多 但是一直以来 我们的楼价和香港都是不能够比较的 你香港 闲闲地买层五六百尺的楼是过千万 八百万 现在跌了 可能七百万八百万 但是在这里七百万八百万 你都可以买一间六房独立屋 已经是可以豪宅的级数 那所以 其实你在香港 虽然赚了钱 税是低了 但是问题是 你的支出也是很庞大的 你只是给租金 mortgage 就是你公安揭 那些 那一部分 已经是花了你可能人工的七十个百分比 你真正落袋 拿出来消费的 又有多少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地区的差异 文化差异 不能够直接去比较 因为 英国人所需要的生活条件 和香港人所需要的生活条件 是有根本性的分别 他需要一个游闲的生活 他需要一年去两次旅行 不一定要外国本地旅行 都可以的 但是香港人不行 我一定要去日本 一定要去韩国 我们很物质的 我一定要吃好东西的 但是对英国人来说 我其实一生人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肥拖罗 和牛 世界根本没有这个认知 所以不能够将我们那一套 直接套下来 所以移民的决心有多大 以及你会不会回流的风险 是好在于你自己的心态 是如何调节的 最后的文章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香港人来英国来移民 你就不要把所有东西倒上去移民 是 这个我有少少不太认同 我明白他的出发点 就是希望你去移民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行 你自己还有一个退路 这样的意思 有效路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没有全入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在那个地方立足 是 还有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就是 移民本身是一个很个人的选择 没有一个绝对的对和错 那你选择哪一件事 是纯粹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 移民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消费 和高代价的一个项目 如果你一旦决定了 无论你的结果是什么 你一开始 你就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和一个很大的牺牲 这个是必然的事实 无论你去哪里都是一样 就算现在我把所有东西卖光了 然后突然间重新出发 搬去加拿大澳洲 我的牺牲一定大 一阔三大 你只是机票也要钱 移民你搬屋也要钱 下地又要买个层楼 买个车 又要机家档 又要用这个服务 那个服务 要报学校 是呀 非常之大的一个牺牲 所以我自己的建议就是 移民是需要一家人 共同去决定 不能够有其中一个成员 是一个心病 或者是不愿意 因为如果其中有一个人 是不愿意 或者是不喜欢这件事 不同意的话 你的移民计划 在后面就很难继续坚持下去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移民的时间 是要将自己 整个家庭 大家一起摊出来说 是大家都要给意见 因为这个不只是一个人的决定 是全家人一起去决定做的事 但我觉得香港人 其实适应力是非常之强的 因为我们是有小强精神 去到哪里都找到方法 是生存的 另外就是 其实现在的经济也好 我们的前景也好 纵使看起来很暗淡 但是这些是一个经济周期 你有down就一定会有up up完也都会down down完就会up 跟股票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过悲观 每天出来的新闻 当然一定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大家只需要知道 理解 作出准备 就可以了 Anyway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今集的节目的话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铃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时间差不多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 拜拜